土有事说新语,仅有事说新闻 欢迎收看5月22日的事说新闻栏目 我是王若然 今天我们来为大家盘点一下 发生在近5年的娱乐圈逃色纠纷事件 娱乐圈这些年有相恋很多年的情侣 或者结婚多年的夫妻呢 都被爆出了出轨事件 这些曾被外界认为是金童玉女 模范夫妻突然被爆出有一方出轨 令人唏嘘不已 比如最近在娱乐圈闹得飞飞扬扬的猪羊事件 小猪罗志祥和周杨卿相恋七年 被传已经置办婚房准备结婚 但是近日竟然分手了 罗志祥被周杨卿爆料在两人交往期间 劈腿不同的女性 罗志祥多人运动 罗志祥手机等关键词都上了热搜榜 这件事之后 罗志祥又突然在5月20日这一天一早 在微博和脸书上写下了 长七千多字的文章 向自己的前女友周杨卿忏悔 并且细数了两人过去交往9年的甜蜜点滴 后来粉丝团举办投票的 罗志祥和周杨卿复合吗 罗志祥也用自己的账号投了点赞票 被粉丝抓包 对此有人认为他可能真的放不下前女友周杨卿 但是也有网友认为 罗志祥可能在为付出娱乐圈做准备 试图挽回自己的形象 此外曾经被视为金童玉女的 许志安和三米郑秀文 两人感情纷纷合合 相守近30年 可是就在2019年 许志安被曝出轨当时马国民的女友黄欣颖 两人在出租车内长达16分钟的相互搂报 新闻的视频被曝光 在这件事之后呢 许志安召开记者会承认了自己的出轨事件 并且道歉 并称自己是一个丑恶的人 随即黄欣颖也发了道歉文称 接受惩罚承担后果 那对这起事件 三米郑秀文最终选择了原谅 他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说 在婚姻历练中 我深信经历和教训 一定会帮助重回正轨 生命更会重生 但是这件事最近又有新的发展 有传言称黄欣颖在国外怀孕了 孩子的爸爸可能就是许志安 那这在网上又掀起新一轮的讨论热潮 除此之外娱乐圈因为出轨 导致婚姻破裂的 还有李小璐 贾乃亮夫妻 文章 马依丽等 不管是明星还是常人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婚姻的七年之养问题也会存在 两个人相互支持 相守到老也着实不容易 除此之外呢 部分以温暖形象示人的公众人物 也会爆出桃色纠纷 人设崩塌 例如靠一曲演员走红的薛之谦 经过前女友的爆料 在感情世界似乎也是个演员 而这一切要从他秀恩爱的一张照片说起 薛之谦做梦都没有想到 这张照片是他人设彻底崩塌的导火索 那么这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 让我们回到2017年的9月8日 这一天薛之谦在微博上 po出一张牵手剪影照片 并且配文 我记得你跟我识 我一无所有 我不想再寻觅 请让我给你所有 薛之谦深情表白的对象 是刚刚复合的前妻高磊心 而这段表白却深深刺激到 另外一位一直在他背后的女孩 李宇童 薛之谦秀恩爱微博 po上网不到一周 李宇童立刻发长微博 大爆薛之谦 骗财骗色骗感情 并且在接下来三天连续发布猛料 大致总结就是 薛之谦爱上了李宇童 却不愿意娶她 理由是前妻高磊心怀孕 薛之谦希望李宇童与她一起承担支付 给前妻高磊心的千万分手费 李宇童曾经怀上薛之谦的孩子 但被要求堕胎 理由是孩子会影响薛之谦的心徒 除了薛之谦还有温暖大叔吴秀波 也曾陷入到感情的纠狗当中 吴秀波作为已婚人士 与女演员陈玉玲秘密相恋 长达七年时间 陈玉玲大爆猛料之后 吴秀波方曾与陈玉玲双方协议 女方出面曾经此事 吴秀波方将以经济方式进行补偿 人以为事件会到此为止 没想到吴秀波主动让陈玉玲回国 实则早已指控对方涉嫌敲诈勒索 亲手将相恋了七年的女友送进了监狱 最近几年也不乏大陆的 名人名心的桃色事件 在故土之外发生 随后传得沸沸扬扬 传到了两岸三地 让海内外的华人都吃上了圆滚滚的一个大瓜 在2018年8月31日 京东集团首席执行官刘强东 在美国明尼苏达州被警方逮捕 原因是涉嫌强奸中国女留学生刘靖遥 45岁的刘强东当时在明尼苏达大学的 卡尔森管理学院参加项目学习 8月30日晚间 她与女学生刘靖遥共同出席了一场晚宴 随后一起回到了一间公寓 发生了不可描述的事情 这起案件随后曝光的细节可谓是跌宕起伏 反转连连 最终同年12月21日 负责此案的检察官办公室宣布 案件存在严重的证据不足问题 最终决定不再以性侵罪起诉刘强东 然而该事件却没有就此告一段落 2019年4月16日 本案的女方刘靖遥正式提起民事诉讼 明尼苏达州的法院也在27日 驳回了京东公司要求取消 为刘强东进入公寓 性侵刘靖遥负连带责任的动议 有当地的法律界人士分析认为 法院的该裁定可以说是 女方在民事诉讼上的一次初步胜诉 目前本案的民事诉讼 仍在司法程序当中 同年3月发生的一起类似的案件 也同样的转组了眼球 2018年3月29日 中国男星高云祥在澳洲悉尼 涉嫌性侵一名36岁的已婚妈妈 而遭到当地警方的逮捕 高云祥曾经当过职业模特 随后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转行做了演员 被捕时的他因为之前参演的电视剧 《芈月传》中扮演义渠王而备受关注 此次事件中同样是细节疑点重重 而在其事发后 作为妻子的董璇曾经力挺高云祥 为高云祥交高额保释金 并且带女儿多次往返国内与澳洲之间 经过两年的官司诉讼 直到2020年的3月19日 当地的法院才宣判高云祥无罪 然而事件不仅导致了高云祥工作全失 还被案发前参演的一部新剧《阿清传》 投资方提告 和董璇的婚姻也在2019年画下了句点 可谓损失惨重 今天的娱乐圈 桃色纠纷事件就为大家盘点到这里 如果您想要看到更多的娱乐圈消息 别忘了留言告诉我们哦 喜欢我们的频道也别忘了点关注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